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鲁读书》 母亲节,我们往往沉浸在对母亲的赞美和感激之中 以美好的诗歌和鲜花表达我们的爱意 然而,在这个充满温馨和欢乐的节日背后 隐藏着许多母亲们的苦难和牺牲 今天给大家带来作家野夫的《江上的母亲》一文 让她提醒我们 这是个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的世界 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纪 这是一篇迎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 就花然断裂的闲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裂,似乎只需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寒气渐沉 整整十年了,生计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失于哪一片月光下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 我相信他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 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 而是指他单生之初 血液里就被刻上了他父亲的烙印 他一生都在努力企图 剪断他与那个国君将领的血缘联系 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 其父在明初留学扶桑八年 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 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殷亲 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 正成为黄埔八七的士官生 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 作为战祸平仁年代的军人之妻 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 步入了他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 外祖父撤退西南 刘家太爷故事 大宅日渐凋敝 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 无论哪一步短暂占领 图具须名的刘宅 便成为征集良想的目标 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 东躲西藏 饱受乱离之苦 最后应怕女儿受辱 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 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 避祸 母亲在那里食尽炎凉 像一个女仆般 做工求学 日本投降当年 母亲独自踏上 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 当她找到剪棉花 纺线度日的外婆时 劫后重逢的泪水 湿透了他们的蓝绿衣裳 次年 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 授贤少将 筑结武汉 母亲来到省城巡妇 等待她的 却是晴天霹雳 外祖父不信她的妻女 还能侥幸存活 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 而且她隐瞒了婚事 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 闯进了她父亲的一场 盛大酒会 一时舆论大划 外祖父回乡 逼迫外婆离婚 从此妇女反目 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 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网还 1948年 节节败退的外祖父 奉命遗失恩施 妇任途中被伏击 刘弹洞穿了 她壮年的胸脯 而最后为她扶救 李桑的 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一至 革命大学招生 母亲投考 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的 被分往恩施 剿肥土改 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 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 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 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匠门姑女 一个山中破落的吐司遗节 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 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 并从此扎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 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 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她 便极力在精神上 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抱负 改名换姓 不承认有此父亲 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 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 因为这个政党 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 以研究其阶级属性 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 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 她总是试图说明 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 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 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生变 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 贴上了她的面庞 二十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鸡的词 叫历史不清 母亲被这个词语压迫得痛不欲生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结问 你是不是军阀女儿 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 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 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 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 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 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罩 1957年的母亲正当儿立之年 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 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 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 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 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 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 二十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 母亲已老去 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 不知向谁讨还 画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 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 而后者却轻于红毛 文革开始时 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 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 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 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 外婆陪着师学的大姐 重返平原插队务农 二姐当了矿工 父亲并未在武汉住院 十岁的我也非结合穿孔 而命若悬丝 我们家一分四处 进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攻击母亲的大字报 依旧贴满门窗 频繁地抄家 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 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 在小镇访医求药 她不能垮 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 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 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 司机走出城后 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 一生不低头的母亲 为了我挨碗祈求 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 悲愤难耐 又不愿让儿子 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 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 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 竟至如此 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 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 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 不录取我上初中 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侨夫罪月 当我在夕阳下 挑着柴火 盘山而归时 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 又来接我的母亲 那时她已见憔悴了 乱发在风中飘飞 有谁曾知她的高贵 两个姐姐都已失学 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土 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 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 迎来了1978年 父亲升迁 他祸平反 大姐招工 我考上大学 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 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 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 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 也来我家走动 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 外婆辞世 1985年 父母离休 1987年 父亲患癌 1989年 我辞去景职 随后入狱 母亲又开始了 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 重见天日 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 她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 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着生 真正苦的更是母亲 她不断拖着她的摔朽残年 陪父亲去省城求医 父亲在病床上辗转 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 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 只要稍能走动 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 三人每每在铁门画别的悲惨画面 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寒泪 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绝 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勾搂老人 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 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 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 保持着频繁通信 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兼职外 另外再写几页 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 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 又想让动员父亲放弃生命 她的挣扎太苦了 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 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 收拾着断线碎步 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 他在楼顶奇迹般地 种活的一棵花椒树 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 亦如死不明目的玄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 我的漂泊归来一样 为我炒好酸菜积杂 拿出一大坛药酒 说你喝吧 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 他怎知儿子的伤 源在心的深处 却寄望一幅古老的药方来疗味 为了求生 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 菱形之际 母亲一样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在武汉安顿好后 就接我过去吧 家里太空了 一个人竟觉得害怕 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 她一生的坚强无畏 似乎荡然无存 静置一下虚弱的 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 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 几件歪斜的家具 也算撑起了一个家 母亲带着一个 单开门的冰箱来了 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 心中无限酸楚 这就是梁老一生节俭 唯一值钱的遗产了 无常的灾难耗尽了 他们的一切 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 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 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 然后又一针一针 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 她说 这过去的纯羊毛 现在不好买了 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 装订好的信纸给我 说这是她这些年来 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 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 几乎夜夜漫缓着泪痕 她的手颤颤巍巍 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姐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 每天要等我回去做才吃 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 她感到恐惧 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 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 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 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实俗 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 编书想卖 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 有钱赚吗 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 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 城里生活太贵 然后说她要病了 就是我们的拖累 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 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 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 她心脏开始不适 我说妈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 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 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 在长江的边上 有一套狭窄的居室 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想也许能给母亲 多一些欢乐和安慰 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 在没有电话的时代 也疏于问候 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 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 她已在暗示料理后事 在与我们姐弟 为婉化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 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 找到我说 母亲早上出门 现在未回 他们四处找 也未能找到 大姐的语气有些惊苦 我还说 不会有事的 你们再找找吧 傍晚 大姐在电话那头痛哭 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 大姐交给我 从被褥里翻出的 母亲的两封信 和一串钥匙 钥匙上还挂着 父亲当年给她的 一个酒夜金戒指 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 我知道我病了 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 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 又把平儿等回来了 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 请你们原谅我 我到长江上去了 我要找我 你们也找不到的 你们三姐妹要互相帮助 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 我再不走 还要拖累你们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 多么希望母亲 还徘徊在生死边上 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 他们说 任时宗一月后 再去备个案即可 我们去民政局求助 他们说 没有寻人的职责 我们去电视台 他们说 上级不允许拨寻人启事 走失的太多了 我们自己复印 招贴满街去贴 城管跟着就撕 逮着还要罚款 我的母亲就这样 走失在他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 他们说 武汉下游的阳罗镇 是长江的回水处 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 漂浮回旋 你可以去那儿 找找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 另居 先找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他们客气地说 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 我们根本顾不过来 这里每天都有服尸 以前我们还每具一百元 请农民捞起来埋上 我们登记个特征 现在经费包干 我们也没闲钱管了 你自己租条小粥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 每天划着他的扁粥 陪我在此江湾群寻 江面上果然有浮湿 我得靠近查看 是否我的母亲 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 在阳光下发胀腐烂 堆满了苍蝇 远远就散发出恶臭 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 总要一一去翻看 许多天了 渔民也厌了 码头工人敢于我的笑情 劝我别找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 武汉下水的 这时候早该出现了 要没见到 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 挂在水底了 又或者被悬流带出了江湾 那就永远找不到了 我最后还是又沿岸 上诉找回武汉 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忌 而两个姐姐 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 寺庙 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整整十年过去了 秋水长天 悟患心仪 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 却从未平复 我们在一起相聚时 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谁都知道心上的窗口 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 多少还有些迷信 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 总要花钱去请教母亲的下落 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 去在座徒劳的追寻 又或者听母位顾舅传言 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 便又要去打听 然后牵出万千余痛 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 她一生的刚烈决绝 一生对我们的挚爱 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 她绝对会选择尊严 而从容地赴死 她要用她的自称 来唤起我重新上路 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 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 在经历了她坎坷背静的生涯后 毅然走向了深秋的长江 那时水冷如刀 朝阳四雪 真难以想象 我柔肠寸断的老母 是怎样一步挤回头的 走向那更古奔流的大河的 她最后的回眸 可曾老泪纵横 可曾还在为她 穷愁潦倒的儿女 忧心如焚 她把她的神圣母爱 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 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 尾为鱼石 这需要怎样一种 永逸和慈悲啊 她艰难的一跃 轰然化破 默默秋江 那惨烈的涟漪 却至今荡漾在 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 我为母亲 气了一个小小的衣冠种 边上同时安埋下 外婆的骨质 和父亲的灰烬 然后只身踏上了 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 我则编了第一本书稿 《垮掉的一代》 看到金丝宝 纪念她母亲的常诗 祈祷 她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 就是她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 结婚吧 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 我在北京紫竹苑初春的月夜下 大放悲声 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 陡然奔泻 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 在阳光下 为我留下的 那把钥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